当这个决定出来之后 其实民众党的党员都非常失望 你会觉得充满着理想的人 竟然还要折服于一种大的党的压迫之下 这是让我觉得心底很不舍的地方 我必须承认 当大家觉得蓝白河成功的时候 我在乍听之下 我是非常感动的 也就是说我总觉得两党的领导人 都能够把国家的利益放在最高阶 而谈妥了这个蓝白河 可是当我回家仔细去看录影带 或者是去看新闻上面的画面的时候 其实我的内心当中 我是有感到沉重跟悲伤的地方 比方说我会发现 国民党有三位 民众党只有一位 我突然觉得在这个人数的比例上面 他有一种大跟小的差异化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画面我所看到的是 当四位人物走出来的时候 我仔细地看了大家脚下的是 三位国民党穿了皮鞋 而我的哥哥穿了黑色的布鞋 当这个决定出来之后 其实民众党的党员都非常失望 其实很多人都哭了 包括我自己 你会觉得充满着理想的人 竟然还要折服于一种 大的党的这种压迫之下 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心底很不舍的地方 但是呢 我还是期待天佑台湾 希望上天可以让台湾人民 过更好的日子 也希望上天能够帮助台湾 度过许多的危机 给人民更好的生活 其实我相信任何的危险性都是存在的 可是我只能期待 不要有这么多不善良的人去操作它 因为我相信大多数的台湾人是善良的 所以我一直说 我希望上天可以帮助台湾人 让人民真的能过一个更安定的生活 更好的生活 这只是我的期待而已 让人民帮助台湾人